這是加九一整天的開始 他的父親 現在罹患了中期的阿茲海默症 每天早上他都要去港間教育他的父親 為他打理他的一整天 我當初其實也是很不耐煩的啦 他常常會尿在沙發上面 然後我就要去幫他清理 九二九之下來 我也會覺得非常的煩躁 但我能理解 他之後這個樣子會變得更平常 所以我需要去 用更多的心思在他的身上 他常常會無預警的跑到外面去 說要回到桃園的老家去 這個事情 發生的頻率 一天比一天 增加的更多 有時候我會擔心 他說 他會不會哪一天 趁我不注意的時候 就 自己跑到 不知道哪裡去了 所以我每天都會 非常地 注意我父親的動向 然後把他帶回家裡 你不在家喔 不是啦 我不是在家喔 我不是在家啦 我不是在家喔 我不是在家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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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在家啦 我不是在家啦 最近他還可以 偶爾跟我一起 開開心心的 出去外面散步 可是散步到一半的時候 他又會突然發作 然後 他今天看到了一隻 狗 他就一直問我說 那個是什麼鳥 那個是什麼鳥 我不管怎麼去回答他 他還是沒有辦法知道那是一隻狗 然後在找到一半的時候 甚至還會記著我的攝影器才動手 啊 盡興的是他現在偶爾還會有一段保留離職的時間 但那段時間裡面我還可以跟他開開心心的聊天 他常常會提到一些我小時候跟他提過的事情 這時候我就會非常的感動 然後就有更多的動力可以繼續支撐我爸 照顧我爸跟他走下去 就真的我已經是照顧我爸這樣很久了 以前我的高中的鐵哥們常常會找我一起去挑陣頭 現在我已經不想再脫那些了 我只想要好好的照顧我爸 讓他可以好好的一個玩意接下來的東西 因為這樣的笑容我想會再看不到更多人 我會覺得他是很可愛的 很久不見 是否有可能會直接拍不到更多不見 我一定會 swead 可以看所以說我就說 要去一次拍照 看來看來看 真的會不會錯 我來看來看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